先前不少社会案件都是家有心智障碍者,且它的主要照顾也是年长者,最后因压力过大而出现家害或自裁的不幸悲剧。 金门县政府今年将公益彩券的盈余回馈金主轴投入在关怀双老家庭。 社会处今天表示,金门县约有158个这样的双老家庭。 有的情况真的很可怜,但因为金门比较保守,有不少不为人知的个案,呼吁民众如得知这样的家庭,请通报社会处以便提供协助。 建府社会处科长张志文表示,先前有个男性的58岁个案,他是极重度智能障碍者,又因脑性麻痹导致左手不能动也不良于行,加上大小便无法自立。 他的照顾者是将近80岁的老母亲,母亲也有阿兹海默症,无法给他良好照顾。 两人都在持续退化中,家中的环境脏乱,邻居都必从他们家门经过。 后来邻居实在看不下去,打电话跟社会处通报。 张志文与同事赶到案例,家中实在吓了一大跳。 张志文说,这位个案的家中有老鼠,蟑螂出没,气味难闻,他们立即表示要派人清理。 原本妈妈还不同意,后来他们在乡镇公所的劝说下,妈妈才勉强同意。 他们派了三位一男,清了快半天,清出了一大车的垃圾,协助环境改善。 个案也在居家服务员的帮助下,整个人干净清爽多了,他现在每天都期待居服员的到来。 家人跟邻居都觉得社会处的协助帮忙很多。 幸福请社公园带领心智障碍的朋友一起玩团康活动。 游戏度过愉快的周末。 记者蔡家真摄影分享。 金门县政府社会处今天举办关怀心智障碍双老家庭,建立友善支持服务网络活动。 不少家庭报名参加大小朋友玩桌游,记者蔡家真摄影分享。